一支几万人的蒙古骑兵正在围攻俄国的一处军事要塞 防守要塞的沙俄军官顿时傻眼 蒙古骑兵利用大炮轰开了要塞大门 骑兵就像在草原上赶牛羊一样 砍杀要塞里的沙俄军民 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部俄罗斯电影《托布尔》 17世纪 瑞典国王查理12在波尔塔瓦被沙俄打败 有一万多名瑞典战俘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东方康熙时期的准嘎尔韩国 打败了满清军队 那时候的康熙都要让准嘎尔几分 于是清朝特使图里申来到了西伯利亚的首府托布尔 图里申秘密地拜见了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 让他说服俄国皇帝彼得一世 出兵攻打准嘎尔部 出于诚意 图里申特意带来了皇帝的金牌 如果不同意 康熙皇帝就会下旨禁止俄国商队进入中国 总督加加林是个贪财之人 于是答应了条件并收下了金牌和金子 但彼得一世一听要开战甚是恼火 对着总督就是一顿臭骂 现在需要的是钱 要建造更多的护卫舰 而不是无缘无故的向准嘎尔开战 于是他又想了一个办法 先用几颗钻石给彼得的皇后 又拿着图里申给的黄金让彼得看 谎称在西伯利亚发现了金矿 只需要一支探险队就能找到金子 一个叫伊凡的中尉 在宴会中上山下跳的 正好被彼得一世看到 为了惩罚这个年轻军官 他被派往西伯利亚探险 沙皇为探险队准备了三件套制服 两百匹马 七十艘平地船 一百艘独木舟 所有招募的军队 临时和托布尔的百姓住在一起 到了明年夏天才可以出发 伊凡住到了一个叫玛利亚的姑娘家里 他一下被伊凡吸引住了 吃饭的时候 伊凡不想和一个叫约翰的瑞典战俘一块吃 约翰很识趣的离开了餐桌 因约翰时常给玛利亚家里帮忙 他老爹不高兴了 也赶走了伊凡 一个俄国人贵族 在教堂门口 砍死了约翰养的一只狗 约翰看到后 一下冲了上去 双方冲突一出几发 越来越多的瑞典人加入其中 伊凡上去劝阻 也被揍了一顿 幸亏约翰救了他 事态已经失去了控制 还好军队及时赶到 制止了这起事件 挑头闹事的约翰将要被吊死 毕竟约翰救了伊凡 他建议受编这些瑞典人为其所用 总督答应约翰 只要完成这次任务 他就可以得到永远的自由 时间一到 孤雲的军队开始前往卡拉要塞 经过长途跋涉 军队到达了卡拉要塞 八个月后 他们无事可做 整天在堡里的周围巡逻 突然远处有几个蒙古人急驰而来 领头倒是在桑 他是准嘎尔的一个将军 此次前来 是受到了上校的邀请 参观要塞 但再三不解的是 为什么这里会有军队 上校解释道 这是一支考察队 到这里是找金矿了 夜晚 约翰带着金牌 偷偷溜进了蒙古大营 金牌的意思 就是俄国人和康喜结盟了 要塞里 伊凡发现约翰失踪了 于是派人去外面寻找 但这支巡逻队却遭到了蒙古人的埋伏 由于西蒙是一个骨手 在桑并没有杀他 他们换上俄国士兵的衣服 让骨手敲打 让里面的人打开大门 但要塞里的伊凡 听出来是警报的声音 命守门的士兵立即开枪阻止蒙古人 而骨手西蒙也被蒙古人杀了 第二天 上校派使者质问蒙古人 为什么要挑起事端 就在这时 约翰正好从帐篷里出来 结果三个使者的头颅被砍了下来 送到了卡兰要塞 事情发生后 上校派了一名信使回到了托波尔 一方面要总督筹集物资支援要塞 另一方面 将西蒙的死讯带给了他的老爹 城中的百姓开始捐赠物资 很快就装满了几十车 西蒙老爹也将要一通前往 车队行驶了四周时间 终于到达了要塞附近 但却遭到了蒙古人的洗劫 西蒙老爹幸存了下来 他徒步来到要塞 伊凡为他打开了大门 老人用一支蜡烛放到儿子墓前 祈祷儿子在地下会更暖和一点 车队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被杀了 许多人成为了蒙古人的俘虏 俄国人想救这些俘虏 但他们信用鱼而力不足 对方全是骑兵 他们只是步兵 简直就是一乱击齿 到了晚上 伊凡却一个人偷偷进入蒙古军营 当他杀死几名守卫之后 用匕首挟持了在丧将军 部下为了他的安全 只能将俘虏放走 而这时约翰却走了出来 他假装自己可以替代伊凡 挟持在丧 让他和俘虏们一起走 就在伊凡放害在丧的这一刻 已经为时已晚 他被暴打之后 关进了地牢 因在丧看上了约翰的女人 约翰却不答应 他做的这一切 就是为了和女人远走高飞 最终在丧霸占了这个女人 约翰也被关进了地牢 伊凡看到后 两人打了起来 约翰向伊凡说明了缘由 这一切都是总督制造的战争 而自己却是他其中的一枚棋子罢了 另一边的蒙古又得到了增援 决定与俄国正式开战 当大家军接过金牌的时候 一切都明白了 这是清朝为了理解和俄国之间的关系 才这样做的 伊凡被吊在笼子里 大将军问他 到底来这里为什么 伊凡告诉他 俄国沙皇亲自说 只是来这里寻找金矿 不是为了制造战争 大将军确信无疑 于是当众放了伊凡 只要俄国人撤出要塞 他就会命令蒙古士兵撤兵 如果同意 那就开一炮做回应 再三不服气 我们有几万大军 为什么要撤兵 随后他被大将军迟疑鞭行 中尉回到了要塞 他成为了英雄 并且还带来了和平 随后一声炮响 蒙古大军果然撤退了 脑洞的在仓并没有撤退 而是集结圣役的蒙古骑兵 决定偷袭要塞 并让约翰用大炮轰开大门 第一道防守 被蒙古人轻松解决掉 约翰利用大炮 对准大门开了一炮 这时要塞里的人 发现有人偷袭 随即一反中尉 也开炮反击 一番战斗下来 蒙古士兵从冲进来的大门 又撤退出来 中尉一番在战斗中受了伤 撤退的蒙古骑兵并没有罢手 继续从第二桥攻击 更多的骑兵从大门拥进来 紧急时刻 大门被杂物堵塞住 冲进来的一些蒙古士兵 成了瘟中之鳖 约翰找到最后一桶炸药 扔到了被堵住的大门 大门被炸开的同时 在桑也被擒住 一个蒙古士兵吹起了号角 顿时天空中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箭矢 就在伊凡被在桑杀的时候 另一边的约翰 却突然引开了在桑的注意 约翰趁其不备杀了在桑 再桑一死 蒙古士兵失去了主将 再也无心恋战 最终只能退兵 战后伊凡回到了彼得堡 得到了沙皇的嘉奖 而总督嘉嘉林也受到了应用的惩罚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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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